一个DJ混音师穿着纽约市警察的制服 纽约市警察罗兹还有一个身份是DJ 闲暇的时候他会在唱机转盘的后面 他对音乐的热爱始于五岁那年 我妈妈有一个小立体声音响 音响顶上有一个唱机转盘 他把它放在架子上 所以我必须垫起脚尖操控唱盘 试着模仿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嘻哈音乐 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贯穿于 他在海军服役的五年和二十年的警察生涯 后来他参加了一场警察和孩子们的DJ大战 这是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警察不可能会赢的比赛 但他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技能 那个活动的视频被疯狂地转播 我也因此出了名 从那以后我做了很多身穿警服做DJ的社区活动 罗兹如今一个月要做两次DJ 在商场里体育活动上和街角表演 我觉得这很棒 我本来只是来买袜子的 结果却进行了一场表演 这很棒 这全是为了社区 这是个有趣的特技 很酷 纽约市警察局的社区宣传项目是警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警察跟年轻人建立连接 有些人不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警察 人们看到我穿着制服做DJ之后会很乐意接近我 他们很乐意和我交谈 问我不同的问题 我有机会告诉他们 不只是我 99.9%的警察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罗兹说他做DJ帮他应对工作压力 比如当他面对持有武器的嫌疑人的时候 那个人真的在附近见过我 他认出了我 变得非常冷静 我让他放下刀 他立刻放下刀 我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把他送到了医院 他搬出了他住的庇护所 结婚了 现在在皇后驱住 罗兹有一个Instagram账号 他在那里发布自己的歌曲 他的网友中有他的警察同事 还有被他对音乐的热情感染的人 纽约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人 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纽约报道